大家好,欢迎收看志远书香,我是宁希,喜欢请您关注我,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阅读一首《经朝诗人》《袁浩问》的词。 说起袁浩问,很多朋友可能会先想到他的经典名句 《问世间勤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其实,袁浩问不只有这样深情淒美的诗句,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不仅是经朝末年至蒙古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还是历史学家。 袁浩问,自欲之,浩宜山,是称宜山先生。 他六七岁就被称为小神童,可他生活的时期, 经朝已经在蒙古的进宫下内忧外患,国家很不安定, 他的哥哥死于战火,他和家人也为了避兵祸,被迫搬家。 32岁的时候,袁浩问参加科考,近视极地, 却又因为科场纠纷,被人诬告是袁氏党人。 他非常愤慨,选择不就任。 35岁那年,袁浩问又以优异的成绩登地, 这次他才正式就选,被任命为全国史院编修, 留在汴京做官,但生活依然很辛苦。 袁浩问仕途坎坷,在经朝灭亡后还被囚禁了数年, 直到晚年他得以重回故里,他对国家和人民的遭遇感到很痛心, 因此隐居不再为观,在家中潜心著书立说,一直到68岁逝世。 袁浩问是宋经对质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文坛盟主, 又是经缘之际在文坛上成前起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 由于他生活的时代,经朝、南宋、蒙古、西夏大混战, 袁浩问亲眼看着母国从繁荣一步步走向灭亡, 因此他的诗句当中,净险丧乱和悲凉。 今天我们聊的这首《林江仙》自洛阳往梦京道中作, 写于《荆元光元年》,这年袁浩问33岁, 此时的经朝越来越弱,蒙古虎视眈眈, 边疆日益告急,朝政浑浊不堪, 当权者只是一味地苟且偷安, 理想和现实,失望和希望在他的心中不断地交织着, 对于有志于国家设计,以气节自诩的袁浩问来说, 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这年他从洛阳前往梦京, 在图中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林江仙》词作, 通过吊鼓伤筋的感慨, 折发自身无限的惆怅情怀。 《林江仙》自洛阳往梦京道中作, 今,远昊问, 金谷北芒山下路, 皇尘老近英雄, 人生长恨水长冬, 幽怀谁共语, 远目送归红。 盖世功名将抵用, 从前错愿天功, 后歌一曲九千钟, 男儿行处事, 未要论穷通。 这首词意境壮酷而悲凉, 大义事, 过往今来北芒山下的道路, 皇尘滚滚, 不知道老近了多少英雄, 人生令人遗憾的事情太多了, 就像那东式的江水, 永无尽头。 心中的苦痛能和谁说呢? 放眼把空中的归艳远送。 那举世显赫的公民有什么用, 过去实在是错怪了天功。 放声高歌一曲, 饮尽谦卑酒。 身为男子汉, 关键在于言行问心无愧, 而不是以困恶和显达来论定成功失败。 这首词孤独寂寞又充满着 对金谷英雄怀才不欲的感叹, 上篇抒情, 下篇说理, 既表现袁浩问以英雄自诩, 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 又表明他面对现实的无奈, 在无可奈何当中, 聊以旷达, 自浅苦闷。 袁浩问从回顾历史写起, 金谷北盲山下路, 皇城老近英雄, 人生长恨, 水长冬。 北盲山就是盲山, 在洛阳北黄河南, 当时的王公贵咒多葬在这里。 袁浩问想起了古今英雄, 把自己的感情融于历史中, 写出了滔滔不尽, 起伏跌宕的痛惜和感伤, 仿佛将我们带回到历史的长河之中, 激发起人们对英雄不遇, 空老年华的无限感叹。 幽怀谁共语, 远目送归红, 动静结合, 相辅相成, 很有美感也很有代入感。 飞动的是归红的悠悠远去, 凝望的是袁浩问的双眼, 描绘出了一幅凄凉, 而又协调, 扣人心弦的画面。 多少心愿未能达成, 多少遗憾无能为力, 却无人可诉, 只有目送着归红的远去。 可是, 大雁尚有归处, 人呢? 人将归到何处去? 国家风雨飘摇, 个人的命运如飘平, 仕途的坎坷, 家园和家人的失去, 这些痛苦和压力, 在死中营造的感情里, 盘旋着弥漫着, 感人至深。 转入架片, 盖世功名将抵用, 从前错愿天功。 袁浩问, 这是在悲愤之中, 想要开解自己, 安慰自己。 那些所谓的英雄和公民, 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这些也都是错怪天功了。 因为即便成为了英雄, 那又如何呢? 到最后还不是黄土一捧, 淹没了。 袁浩问继续自我安慰说, 浩歌一曲, 酒千钟。 在纷乱的人世间, 一杯美酒, 一首浩歌, 也是一种宽慰, 其他很多东西都是浮云啊。 这感慨是这么悲凉, 如果我们结合袁浩问的遭遇和他生活的时代, 就会看到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及时行乐, 这只不过是他的理想被现实彻底粉碎后的万般悲愤罢了。 袁浩问生活在京朝江河日下战乱纷争的时代, 又在科考极地之后遭遇了莫须有的劫难, 心中的愉愤已经不需要说了, 是不经意就会流露的。 他想要用浩歌来掩盖自己的万般感伤, 可是却是欲盖弥彰, 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想而知。 所以他最后发出了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的感慨, 意思是就不要以成败来论英雄了,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人生的际遇还要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所碰到的机遇等等来看。 这句感慨是蛮心痛, 也带着袁浩问人生的深沉感叹。 我们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梦想, 但却并不是都可以在最终实现的。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和时代紧密相连, 谁又能逃得开时代的滚滚洪流呢?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您喜欢袁浩问的这首词吗? 欢迎在评论区谈谈您的观点。 这里是志愿书香,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再会。 õ看着我们下期待的时间。 我们下期间店的节目。 感谢观看